开车千万注意行车安全不要朝车 台九线复原段在5号上午发生一起翻车事故 一部自小客车超车不慎被后方的磕子给撞上了 导致后方自小客车翻车 车上三个人受伤 新救护车到场把三个人紧急送 依旧是索性没有大碍 车祸事故现场只见白色轿车侧翻直立在中央分隔岛边 第一时间到场的警销人员即刻救援 将车上伤患紧急送医急救 复原13车到达现场后发现现场三名患者已脱困 同时瑞穗91到达现场 评估现场车辆有漏油清晰 13车出以水线现场警戒待命 现场三名患者皆由瑞穗91送往御里慈禁医院 这一起车祸事故是发生在今天上午7点多左右 警方调查有一部自小客车在新京台九县复原路段时 疑似超车不慎遭后方自小客车插撞 导致了后方自小客车翻车 车上三人受伤 经到场的消防人员将三人紧急送医救之后并无大碍 经远警到场是一部自小客车与该路段超车不慎 遭后方自小客车插撞 导致后方自小客车翻车 警方也针对了肇事驾驶事与酒车结果并无酒精反应 而至于车祸发生的详细原因以及责任归属 警方目前也正进一步的调查理清 并且也呼吁驾驶人驾车行驶势 务必注意车前状况遵守交通规则 以免发生意外事故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道